老铁们今天让你们看看如何嫁接母的 今天教大家的是地接也叫根接 嫁接针目选择勺药根或者单缝根 这种嫁接方法在秋季进行最好 嫁接部位选择在土层以下 采用劈接方法进行 把土往下清理出操作空间 把多余的枝条剪掉 把针目从中间劈开 然后选取压体饱满的结穗 一般选用枝头 把叶柄去掉 然后削结穗 长度在三厘米左右的锥形 削好后将结穗插入劈开的针目中 注意不要插到底 要少许留白 然后用嫁接膜缠紧缠盐 用塑料薄膜绑扎的话到春季要结绑 现在很多农户用麻绳绑扎 好处是以后不用结绑 缺点是绑扎不严 相对成活力要低点 最后不要忘记把之前的铜回填覆盖 还有点赞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